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电影模糊故事 我是模糊君 A影节辛德勒的名单一票难求 原因自然是因为 这是我们第一次能有机会 在荧幕上公开看到这部伟大的影片 即使它已经公映了快26年 但经典的电影就是有如此魅力 不论第多少次观看 都有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借着辛德勒的名单 在中国内地大荧幕上的首映 咱们来聊一聊关于这部电影的往事 本片的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本身就是犹太人 在看到电影原型小说的时候 被辛德勒的事迹深深地震撼了 他非常好奇 到底是什么力量能让这样一个人 突然之间就愿意花光所有积蓄 来救这些人的命呢 此前斯皮尔伯格曾把指导机会 让给过罗曼·波兰斯基 基于自己的生活创伤 对方没有接受 因为波兰斯基的母亲 在奥斯维辛惨遭杀害 他自己也曾经在克拉科夫犹太人区生活过 此时的波兰斯基 还无法直面自己的伤痛与恐惧 2002年 波兰斯基最终还是导演了一部 属于他自己的犹太人大屠杀电影 《钢琴家》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接着找上了马丁斯克赛斯 斯克赛斯答应接下指导工作后 斯皮尔伯格却反悔了 他后来说 我差点就把为我的孩子 家庭留恋什么的机会放走了 因此他只好把自己 筹备许久的电影恐怖奖 让给马丁斯克赛斯拍 作为让他重掌新德勒的名单 指导权的交换条件 从第一次萌生拍摄想法 到最终开拍 期间经历了近十年 最终让他决定开拍的原因 则是因为他听说了 波斯尼亚种族大屠杀 以及了解到一些 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的论调之后 他担心人们过于容易接受偏执的意见 而这会造成新纳粹主义的抬头 作为导演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拒绝收下指导这部电影的酬劳 该基金会致力于对大屠杀 和其他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和证人 进行试听采访 目的是为跨学科范围的教育工作者 开发教学工具和保存试听证据 时至今日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依然是该基金会的名誉主席 辛德勒的名单与侏洛基公园同年上映 环球担心辛德勒的名单会惨赔 因为大屠杀题材的电影通常都不盈利 因此这部电影的制作预算 只有2200万美元 所以偏方要求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先派的诸罗基公园 暑期党商业篇一定是最赚钱的 斯皮尔伯格后来说 他们知道我派了辛德勒的名单之后 就不会想派诸罗基公园了 但后来辛德勒的名单 却最终获得了票房和口碑上的双重成功 全球共计收获票房超过3.2亿美元 并被认为是一部史诗巨制 在选决方面 辛德勒的名单也经历一番波折 早在选决初期 莲姆尼森就参加了辛德勒角色的试镜 1992年12月 在看过他在百老汇舞台剧中的表演后 斯皮尔伯格认定他是扮演辛德勒的最终人选 此前沃伦比利 凯文·科斯特纳和梅尔基普森 都曾希望自己能扮演辛德勒 原著作者肯尼利 曾在书中交代过这个角色的形象 辛德勒不过是德国纳粹眼中的小丑 如果将纳粹比作是纽约人 那么辛德勒就是来自阿肯色州的香巴佬 纳粹不会认真对待他 而他正充分利用了这点 为了帮助尼森准备角色 斯皮尔伯格让他研究了 时代华纳公司总裁 史蒂夫·罗斯的录像带 斯皮尔伯格一直认为 罗斯的气质与辛德勒如出一辙 所以电影的片尾字幕上有一行 以此献给史蒂夫·罗斯 拉尔夫·费因斯在辛德勒的名单之前 只出演过一部电视剧和两部电影 斯皮尔伯格是这样评价费因斯的 我见到了一个性感的魔鬼 他的表演非常微妙 你会从他眼中发现仁慈的瞬间 但随即又会变为阴冷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费因斯不仅增装28榜 而且还观看了新闻影片 并请教了认识纳粹军官哥斯的 大屠杀幸存者 从而演绎出行身兼备的杀人魔头 这个角色也为他赢得了 奥斯卡最佳男配的提名 谈到这部电影 不能不提及那一片灰暗中的一抹红色 在德军清扫犹太区时 辛德勒在居高临下的小山上 看到了一位红衣小女孩 导演在此刻为他着色 极为显眼 小小的身躯 没有父母的陪伴 走入了他乡未知的队伍 如此惨痛的画面 却配的是同声合唱的背景乐 更显出了忧伤 下一次再看到这个红衣小女孩时 她已成为了冰冷的尸体 辛德勒再次受到震动 两次见到红衣小女孩 是辛德勒心境产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次是面对生命脆弱 令他从投机商人变成慈善家 开始在残酷的环境中 为犹太人建立起一个避难所 第二次面对纳粹的残忍 令他从慈善家彻底变成了救赎者 开始抛下自己的利益 彻底的拯救起了被迫害的犹太人 这部影片的大部分都是用黑白胶片拍的 而红衣女孩的镜头 是先用彩色胶片拍 然后颇费力气的用一个叫做转瞄的工序 进行去色处理 摄影师卡明斯基说 那就是老版本的CG 不过每一张画面都是手工完成的 除了红衣女孩作为象征之外 影片开头一些犹太人在举行安息日活动时 出现了明亮的蜡烛 当片头的彩色褪去 燃烧的蜡烛也渐渐熄灭 一缕青烟蹦出竹心 象征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迫害的犹太人们 而影片快结尾时又出现了一次蜡烛 这则象征着辛德勒善行所带来的温暖 他救下了1100位犹太人 又使得自己的工厂没有造出过任何可以用来杀人的武器 这对斯皮尔伯格本人来说 一抹色彩代表着希望的一束光芒 辛德勒的名单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生涯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影片 他共获7个奥斯卡金像奖 包括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配乐的 除了奥斯卡之外 该片案获得7个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 3个金球奖 2007年美国电影学会将它排在 AFI百年百大电影榜第8位 比它在1998年时该榜排位上升了一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击关注订阅 投币收藏转发评论 这个流程走一波 关注微信公众号 还可以看我第一时间为你 评新片评经典 我们下期见 See you